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的力是恢复力的时候 即使是恢复力的时候 他一旦运动 他就是做剪弦运动 比如说 这是一个物体 他受的力 这是他的平衡 平衡点 他跟平衡点之间的距离是X X 这个X是他的向量 它是在这一点的 平衡点的右边 他在这一点的时候 他受的力 就是等于负KX K是个常数 这个通常我们叫做力常数 负KX 这个就是他的恢复力 就是说你把它拉到这边 这个力要把它拉回去 你把这个物体拉到这边来 它又会有一个力 把它拉回去 就是这个力 这是一个恢复力 恢复力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假如我把这个物体 从平衡 你如果把物体原先就摆在平衡位置 你永远不去动它 它永远不会动 永远不动 好 等你一旦把这个物体从平衡位置移开的时候 移开到这里来 它就会受一个这样大的力 它唯一的一个力 Net force Net force 就是Sigma F external 就等于这个 唯一的一个力 是这个 好 那我们就应用牛顿第二定律 这就是K是常数 我们就用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就用牛顿第二定律 Net force 是等于 负KX 我们现在用这个 一维空间 一维空间 OK X是正的 那么它的方向就是负的 如果X本身是负的话呢 负负的正 那么Net force 就是往正方向 等于MA 质量乘加速度 我们假定这个质量不随时间改变 那D平方 X over D 低平方就是加速度了 加速度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重新整理一下 就变成D平方X over D 低平方 加上K over M 乘X 等于0 等于0 那这个微分方程 那到底这个X等于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是等于要解这个微分方程了 你们还没有教到 以后你们会学到一门课 叫微分方程 这个微分方程 这个样子以后你们会知道 它叫做线性的 线性的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线性的第二级的微分方程 那么如果这个式子里头的K over M 它是等于某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我们用Omega平方来带的话 假如它是这个 那么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是这个常数 这个在微分方程里面呢 是很出名的一个一种形态 它的解就是X这个时候等于什么呢 X 它的标准解就是这样 它是时间的关系 因为它是 它跟时间有关系嘛 所以X是时间的函数 它等于一个常数 A乘上3Omega t加θ 你先不要管它 为什么是这样子 你因为你现在不会解 微分方程嘛 对不对 不会解 但是就好像你们以前 在高中学代数 学代数 那么二次三项式的解 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可以心里头有谱嘛 就知道是那个样子 这种形态的微分方程 它的解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有呢 你可以把这个sine 写成cosine 也可以写成这个 然后A是个常数 θ是常数 φ也是常数 所以你用在sine的时候 这个常数 跟你用在cosine的函数里头 这个常数不一样 解就是这样 你现在不管它怎么 为什么它的解是这样子 你现在只要做一个工作 你回去的时候啊 你把这个sine 带到这个方程里头去 就说你这个 对时间微分两次 然后再加上 这个sine 从Omega平方 加起来 它是0 那就表示它是它的解 对不对 你也可以把这个sine 带到这里来 它对时间 微分两次 然后再把它乘上 Omega平方 加起来 也是0 就表示这两个 都是它的解 所以你现在 只要记住一件事 有一种标准的 鬼分方程 这个叫 如果是这种形态的话 它的解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记起来 它的解记起来 然后这个就说 我们现在 所看的例子里面 Net force 等于负kx 牛顿第二地律 带进去 等于ma 然后就可以把它 化成这样 那这个式子呢 跟这个式子 就很像 因为 这是一个常数 你就可以把这个常数 当作是 Omega平方 那么 它的解也是这个 那这个解的 Omega平方呢 就等于k over m 好 这个就是 这里说 A,C的5 都叫做常数 它是由物体的 起初状态来决定 等于我会 讲怎么样决定 这三个常数 好 那么 这里 就表示说 像这一类的 维分方程 就是说 受 恢复力作用的物体 它的维分方程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动力学方程 可以化成这个样子 然后 它的解是 这种形态 你看 这个形态 跟这个形态 我们一概都叫做 正旋形态 其实这个叫 余旋 有时候我们也叫做 就是正旋形态 那像这种的曲线呢 这种函数 就表示说 这个物体的位置 会在平衡位置的 两侧之间 我们刚刚讲 有个平衡位置 那个位置就是说 它原来在那里 如果不动的话 永远就不动 叫平衡位置 会在那个平衡位置 两边来回的震荡 这种震荡 我们称它叫做 简弦运动 Simple Harmonic Motion 我们简写就是 SHM 这个要记一下 以后题目里头 说有一种运动 SHM 你都不晓得是什么 这个不行 那种震荡器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简弦震荡器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or 简弦运动 它是一种震荡运动 但是 震荡运动 不一定是简弦运动 简弦运动 就是说它震荡的时候 它是跟Sine 跟Cosine的函数有关 那这个函数就是 对 这个平衡位置 是一个对称的 对称的 它震荡不见得是对称 震荡不见得 对平衡位置是对称 所以它是震荡 简弦运动 属震荡运动的一种 OK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 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我们刚刚看的 两个式子都是 就是这个式子 是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那么位置跟时间关系 我们可以选择两种形态 一个是用正弦表示 一个是用余弦表示 那现在我们就先选 如果我们用正弦 函数表示XT的话 那V V就等于DX over DT 就等于这个 对时间做微分 这个对时间做微分呢 它就等于A 这个微分就变成 Omega T出来了 Sine Omega T加C 那就变成Cosine Omega T 那么A造写 Omega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 Omega平方是等于K over M 那Omega就是根号K over M 等于Cosine Omega就用根号K over M 带进去 Cosine 这个就是它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我们看 如果X用余弦函数来表示的时候 那V等于DX over DT 你把这个微分一下 它等于FuOmega 它等于FuOmega T加Fi 那么A 我们还是把它写成 根号K over M 那这个时候它的V呢 就是负的这一个 这一下 乘上Sine 根号K over M 乘T加Fi 这个是这 我想我们不要去记它 不要去背它 你只要知道V等于DX over DT 你就可以把它导出来 OK 好 然后我们再看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加速度是等于DV over DT 那如果V是等于这个 我们刚刚导出来 V如果是用这一项的话呢 你一为一分呢 就Omega拿出来 Cosine变成负的 就变成Omega 负Omega平方A sine Omega T加C 那A又把它变成 不是Omega Omega变成K over M Omega平方变K over M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子的 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这一组 用Sine的话 另外一组 导出来 这个微分 这个微分 Omega平方A 还是Sine变Kosine 等于这个 你看这两个是一样的 不是 就这两个 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OK 前面都是一样的 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就是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它都是负的 你看这都是负的 都是负的 好 我们现在要来 看一看 位置跟时间函数里面 它的A 它的Theta 到底等于什么 或者A Phi等于什么 OK 现在说一个做减限运动的物体 在T等于0的时刻 它的位置是X0 速度是X0 这就是起初状态 用来决定它的常数 是分别求出这个物体 在任意时刻的位置 速度跟加速度 就这个 好 我们现在假设 因为这个可以是Sine 也可以是Cosine 我们先假设是Sine 好了 那这里 这个常数用Theta 好 那我们把它微分一下 V等于DX over DT 就变成这个 Omega A Cosine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起初状态带进去 起初状态 T等于0 X是0 V等于V0起初状态 带到这个里头去 你看 T等于0 X是等于0 这个 这个就是0 这个T等于0的话呢 这一项就等于A Sin Theta 所以A Sin Theta等于0 A不能等于0 这个常数等于0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那一定 就是Sine Theta等于0 Sine Theta等于0 它可能有几种 可能呢 就是Seta 是等于0度 或者Pi 或者2Pi 或者是3Pi弧度 OK 我们先 就Seta可能有这几个选择 哪一个都可以 我们现在 比如说 我们还要决定 其他的速度 还有加速度 那我们就选一个好了 这里头我们选Seta等于0 就选这个 好 这个时候 如果Seta就是0 那我们把这个字 带到这里头来 带到VT 里头来 那T等于0 是V0 V0等于什么呢 等于 就是V0 这个等于V0 好 那么 T等于0 带到这里来 T等于0 带到这里来 Omega A Cos Theta 等于V0 那么这个Theta呢 等于0度 Theta等于0度 Cos 等于1 所以Omega A 就等于V0 于是我们就解除 A是等于什么 V0 over Omega 就是说 你Theta如果是0的话 那它的正 这个A A字就是V0 over Omega OK 好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XT 写成这个 A 它本来是 A Sine Omega T 这样是 A等于这个 V0 over Omega 代表 Theta是等于0 所以它就等于 Sine Omega T 那VT呢 它原来是这个 对不对 好 那你 把这个 Omega A A等于V0 代进来 那这个是0度 所以它就是 Cos Omega T 那 加速度呢 你把这个 微分一下 它就变成 这个东西 你也是一样 这个时候 把A 用这个代 就变成 Fu Omega V0 那这个 这个应该是 Theta了 我写错了 这应该是 Theta Theta是0 所以就是 Sine Omega T 这个是 Theta 这个是 Theta OK 好 我们就决定了 决定了这个 A 跟Theta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求出 这个 它的速度啊 它的加速度 等等 如果 如果 同理 我们假设 A X等于A Cos Omega T 加Theta 这个不一定要 就写 Fine 你写 Theta也可以了 不过这个 Theta 跟前面 Theta 不一样了 那Vt 就等于 这个微分 就变成这样 起初状态 还是这个 那我们把它 带到这个 里头去 起初状态 带到这里来 X T 等于0 X是0 Cos Theta 等于0 那Cos Theta 等于0 的话呢 Theta 可能有 这几种情况 二分之π 二分之三π 也可以 二分之五π 也可以 那我们还是 取最小的值 刚刚那个取最小 我们现在也是 取最小值 那就 取最小值 带到这里来 V0 等于 负的 等于 这个A 带到V0 这里来 V0 负 Omega A Sine 那Omega 这个 Omega T T是0 就是0了 Theta 是二分之π 那三二分之π 等于1 所以我们就得 负Omega A 等于V0 那A就等于 负的V0 over Omega 我们现在把它 带到这个 式子里头去 A等于 负V0 over Omega 等于Cosine Omega T 加二分之π Theta 是二分之π Cosine Omega T 加二分之π 等于负的Omega T 负三Omega T 所以就变成正了 这个 这个跟前面那个 纸一样 一样 那这个 就跟我们 把前面用Size 这函数带纸 是一样的 如果 我们带到 这个里头来 看到这个里头来 这个A用 负V0 over Omega 带 这个 C的二分之π T是零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呢 负负的正Omega 约到就是V0 Omega T 不是 这不是零 这是T 就得 Pi加Omega T 还是正的 Cosine Omega T 这也跟我们前一组答案是一模一样 然后A呢 你把这个维分一下 它就变成负的 Omega V03 Omega T 这跟我们前面那一组得出来的 是一样 这个结果 与前一组设定下的结果 完全一样 好 现在我们就看 减弦运动 它是一种周而复始的运动 就是说你把它从平衡点移开 让它震荡的时候 它的震荡是周而复始 如果摩擦力都不存在的话 它永远震荡下去 它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有同样的运动状态 所以这个每隔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T啊 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 就我们假定这个 每隔一段时间 就用T来代表 等于我们会知道 这个叫做period 就是叫它的震荡的周期 好 现在我们从位置与时间的关系来看 假设物体T的时刻在这里 我们现在用sine 用sine cos都没关系了 物体在T加大T这个时刻的位置呢 xt加大T 那你就把这个里头的T啊 变成T加大T 那你把这个展开 就变成A sin Omega T加Omega 不是 你现在还没展开 就是说你这个 增加一个T以后 就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跟这个一模一样 这个是 因为它 Sida还是改变了 这改变多少角度 会跟它原来一模一样呢 就是增加一个二拍啊 对不对 好 这两个要一样的 那我们比较这两个式子 把这个 A跟A约达不管了 这个Kov把它展开 Omega T加 Theta 加二拍 等于Omega 乘算T加大T加 Theta Theta约掉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T呢 Omega T也约掉 Theta也约掉 T就等于2pi over Omega Omega呢 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它就等于根号 M Omega是等于根号 K over M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换成这个 这个Omega要注意哦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系统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这个系统是其他的东西的话 它不见得是更好 不见得是更好K over M 好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式子 T等于2pi over Omega T呢 我们称它叫做周期 叫做Period 就是物体震荡一次 所需要的时间 用秒来作为它的单位 如果物体定义 每一秒震荡的次数 我们称它叫做频率 用F来表示 每一秒震荡多少次 就表示频率的话呢 好 那么它的导数 频率的导数就是T分之一 因为T是什么 震荡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你倒过来就是 每一秒震荡几次 那我们把这个也带进来 F等于Omega over 2pi 等于2pi分之一 根号K over M OK 好 这个每一秒震荡多少次 这个单位 现在我们是用这个 Per second 但是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单位 叫做hertz 一个hertz就是一个Per second OK 一个Per second 叫hertz 好 现在我们由这个 频率 等于 Omega over 2pi来看 我们就得 2pi F 要等于Omega 好 那么这个Omega呢 跟F有关系哦 那Omega这个时候称为什么呢 叫做Angular Frequency 叫做角频率 F是叫做频率 Omega是角频率 Omega等于2pi F 这个一定要记住 用的很多很多 好 那么我们函数里面 比如说我们前面有Sine Omega t加Sita 或者是Cosine Omega t加Sita 这个角度啊 我们就称它叫做 向角 Face angle Face angle 或者简单就叫做Face 这个就叫做向 Face Face里面的这个Sita 我们称它叫做初向 Initial Face 就是T等于0的时候啊 它的向角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Initial Face 这些东西你们都要花时间呢 去理解 然后就把它稍微记一记 好 再来我们看 做减显运动的物体 它的速度 加速度与时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看 看这一组 X如果我们用Sine 来代表的话 那V就等于这个平方了 这个微分了 就等于Omega A Cosine Omega t 那Cosine Omega t呢 是等于1正负 根号 1减3平方 Omega t 加Sita 那现在我们把 把这个A乘进去 A乘进去 那是A平方 那A平方乘3平方 这个 就是A平方乘3平方 这个是X平方 所以速度跟位置的关系呢 是等于正负 Omega 根号A平方 这是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这个是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那加速度呢 你把这个微分一下 就是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然后A A sin Sine Omega t 加Sita 是等于X 所以它就是等于什么 Omega 负Omega平方 X 这就是 加速度跟位置的关系 这个关系 特别重要 A等于负Omega平方 X 然后你 这个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Sine 用Kosine这一组来带 同样的做法 你会得到 V 也是等于这个 这两个一模一样 A 还是这个 因为它这个时候 不是用Kosine Kosine 所以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好 这个就是 速度跟加速度 与位置的关系 好 现在我们从 速度V 跟加速度A 与位置X的关系 来看 解决运动的一些特性 假定这是平衡位置 这个物体呢 受到这种力 以后它就在这个地方 来回的震荡 好 现在我们由V 等于这个来看 这是物体震荡的速度 这速度 这速度不可以是虚数 一定要是实数 如果一定要是实数的话 那就是说 你的X一定要 比A呢 来得小 对不对 小于等于都可以 从这里来看 那我们知道X必须小于等于A 最大最大就是A X的maximum就是A 也就是说 你这个物体在震荡的时候 不可以超过 这边不可以超过正A 这边不可以超过负A 就是在这个当中 来回的震荡 因此这个A跟负A 就是它两个的边界值 震荡的最大 最大距离 这个我们称来叫做 震伏 amplitude 震伏 所以物体震荡的位置X 必然介于正A与负A之间 好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值 X如果是定值的话 X值如果是固定 比如说在这里 在这里 它的V呢 有正负二值 同样一个地方 它的V呢 有正的 就是朝这边运动 也可以朝这边运动 它不是说 你随便高兴 我朝哪一边运动都可以 不是这样 就是说 你这个物体 从这里震荡过来 经过A 经过X这一点的话 它速度是朝正的方向 如果它是从 正负的这个地方 往回运动的话 经过这一点呢 它的速度是往这一边 不过 不管是往这一边 还是往这一边 在这一点 它的大小都一样 可以 这个大小啊 通通一样 大小都一样 可以 X 这个就是 就是说你在这里 速度大小一定是一个值 不过你可以往这边振动 可以往这边振动 就是说你从这边振过来 它往这边运动 从这边振回来 它往这边运动 好 现在我们再看 X的绝对值 等于正 等于定值 就是说 你在正X 跟负X 这个距离都一样的话 距离都一样的话 它的速度大小是一样 速度大小都是一样 你在这边 比如说我在这边 五公分 跟在这边五公分 到达这两个位置的时候 速度的大小都一样 都一样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震荡是有对称性的 这边跟这边 速度的大小都一样 OK 好 然后我们 现在 我们看这个 A等于负Omega平方X 我们刚刚导出来这个 在X等于0的地方 0的地方 加速度等于0 但是它的速度呢 速度你看 减到一个0 这速度 这是极大值 就说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速度有极大值 加速度等于0 这要记住 就是说这个现象 我们要记住 在这个位置 速度最大 加速度等于0 当这两个 当这两个 正弗的地方 这个等于A了 那这个就是0 速度等于0 到两头的时候呢 速度等于0 但是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 是最大 绝对值 绝对值 最大 OK 这个 这种现象啊 我们都要把它 记住 要用熟了 一看 我们一考虑 这个物体在这里 我们马上想到 它的速度最大 加速度等于0 在这两个位置 速度等于0 加速度最大 OK 以上的结果 我们知道 剪辑运动 是一种对称的震荡运动 对称的震荡运动 OK 如果剪辑运动 具有下列的特征 我们就可以 一个物体的运动 有下面的特征 我们就可以判定 它是剪辑运动 以后 常常会问你说 这个物体 在什么条件之下 它做的运动 是属于哪一种运动 通常都是问你 它是不是剪辑运动 那你要根据什么 说它是剪辑运动呢 有的同学说 这个物体 一下子往左运动 一下子往右运动 就叫剪辑运动 这个不对 不对 你要看 我们底下有几个判定的 就一个物体 所受到外力的合力 是恢复力的形态 就是说 F 跟X层正比 方向相反 如果你把这个动力方程 列出来 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是合力 它就是做剪辑运动 第二种 如果你把它的动力方程 化成为分方程的话 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常数 它不一定是Omega平方 就是一种常数 刚刚是K over M 是一个常数 那它就是显弦运动 还有 从这个 如果X跟T的关系 是这样子的正旋函数 跟余旋函数 那么它也是一个 显弦运动 还有就是 加速度 跟 位置 成正比 方向相反 那么这也是一个 加速度 你这四种判定的 东西 你以后都要去用到它 用到它 OK 好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